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大医爆炸讲堂 我们是由五个医生组成的自媒体 我是主持人夏祥 今天我们来说说 导致肾衰竭的祸根是什么 李先生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为了养家每天在外跑车 为了能多赚点钱 更是早出晚归 有时候去厕所的时间都不愿腾出来 但是李先生平时非常重视 肾脏的保养 经常会购买猪腰子炖汤盒 因为大家都相信吃啥补啥 一天夜里 李先生刚出车回来 感觉半夜浑身疼痛的厉害 惊慌中 妻子赶紧拨打了120 被送往医院 检查发现 仅仅32岁的李先生体内的尿酸值 近高达860 被确诊为肾衰竭 即使医生全力抢救 但还是没有挽回她的生命 李先生的妻子曾询问医生 为什么丈夫年纪轻轻的就出现肾衰竭呢 原来和猪腰汤有着一定的关系 猪腰确实能够起到不肾的作用 但是猪腰中 票令含量是非常高的 而且票令易溶于水 猪腰汤中的票令要更高 过多食用猪腰汤会给肾增加很大的负担 导致体内的尿酸急剧升高 长期如此可能就会出现肾衰竭 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 可以关注我 或在下面评论区留言 我们医生每天下班后 集中一个时间和大家在评论区交流 关于健康的那些事